在上次的X-MAX VS 马车 250 的动态试程影片中有提到 业务小谢骑了三年三万多公里的 X-MAX 原厂悬吊已经不行了 活玩时的晃动很大 遇到坑洞更是平平触底 果然车不能乱垮 这下小谢也动了 想要好好整理爱车避震的念头 由于小谢的体重较重又有装后箱 除了长长双载 以及去大卖场采购 把车厢空间全部塞满满 喜爱旅行的他 更是常常挑战环岛与切地瓜 像是新中恒 那马夏 斯马库斯等这类产业道路 也曾经骑着爱车去水牛坑飞一下 在如此重度推长下 原厂后避震已经残破不堪了 我们来看看小谢是怎么把X-MAX 当作越野车来骑的吧 好飞啊 他真的是起到怀疑人生耶 这三年来X-MAX陪着小谢四处旅行 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来个说走就走的热血之旅 由南到北 上山下海 一同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拆下来的避震器 师傅检查后 发现已经有变形的迹象 弹簧Y7牛8的 再骑下去 会有断裂的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 这避震非换不可了 拆下后避震的X-MAX 如果改成中置避震 应该就会长这样子 感觉超帅的 nice 如果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小孩的小谢 每个月 每分之99.89的薪水 都得上缴到家里财政总理大臣的手中 因此 软囊羞涩 为了帮小谢圆猛 整个业务部 努力寻找价格实惠 又有实际效果的改装避震器 最后我们找到的就是 这组玩工价 只要7000元的极速火箭 X-MAX专用阻尼可调避震器 极速火箭 是野蛮公牛旗下的品牌之一 因为在价格实惠的高CP值产品 虽说是初阶改装避震 但还是有着精致的外观 与实用的效能存在 尤其是价格上 更有着让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因此一上市 便广受好评 虽说少了外挂器瓶的设计 但内部依然使用 氮气灌输 抢眼的黄金阻尼杆身 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并有着更加的支撑性 与稳定性的优点 在抗模耗的方面 也有特别做加强 除了预栽可调之外 还具备拥有身侧阻尼24段可调 断断分明的阻尼露感 绝对不是单纯摆饰 而是有实际功效的 废话不多说 马上安装上车吧 安装好后 接下来就是要来设定 预载与阻尼了 由于预载调整是无段式的设计 因此误求左右两边 避震的预载长度要相等 为此师傅使用电子游标卡尺来测量 避免肉眼观测造成的误差 如果想了解避震器如何调整的教学 可以点选右上角 观看我们之前制作的影片 接着要请车主小谢 先跨上车感受一下 由于车辆有安装后箱 再加上时常会有双载的情况 因此将避震器的预载设定的 较为硬一些 初步设定完预载与阻尼后 要请小谢上路测试一下 结果却发现 虽然后避震器的舒适度变好很多 但反而放大了前避震的不足 测试的过程中频频触底 冲击甚至大到 将手震离开握把的情况 也能说前后悬吊之间的平衡性很重要 为此我们也打算 一并处理前插过软的问题 但对于小谢原本就不乐观的财政状况 要更换整组前避震器 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此我们还是想了一个 可以有效改善 但却不用花大钱的方案 那便是只更换Pouch加硬弹簧 搭配翻号更浓的Oriens前插油的方式 虽说内部阻尼机构没有更换 但透过使用更好的油 与修改油量的多寡 来提升阻尼感 与减缓弹簧烈化的速度 至少也能达到改装品 7到8成的效果 同样考量到车主的用车习惯 前插也是偏硬一点的设定 接着依序将前插 轮圈 凸出 卡前安装回车上 便大功告成了 调整后的前插 按压起来的阻尼感 比起之前好太多了 Q度十足 车主小谢 也忍不住过来试试看 经过众人的努力下 一起完成了 小谢的天无绝人之路 人间处处有温情 避震改装套餐 最后来看看 小谢实际上路的 事成心得吧 嗨 我是小谢 这台X妹 陪伴我也快四年了 不爱开车的我 无论去哪里 能骑车就骑车去 所以日常生活中 去大卖场拆卖 在小孩上学 出游 24奶 切地瓜 X妹都很称职的在我的生活中 扮演好她的角色 也就这样操了她快四年 时间久了 前插软掉 起程时遇到一些烂一点的路 手会被震到弹离握把 后臂阵变形弯曲 吸震效果很差 遇到坑洞会先触底后 再回弹打屁股 在骑乘时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可惜家里的经济部长觉得 改车是在浪费钱 一直不准我更换前叉破壁阵 在私房前预算有限的状况下 前叉更换Poche堂皇 重灌Olinx的油 后壁阵则更换了 预展身侧可调的野蛮公牛及速火箭 虽然不是什么高阶的配置 但骑乘起来 比原厂的悬吊强多了 更换后前叉吸震效果很不错 骑乘时车头有牢牢贴在地上的感觉 不会像之前震到手臂弹离握把 甚至频频触底 而后避震一开始在调整的时候 原本还怀疑只有深测阻尼可以调整 效果会不会差强人意 但事后发现 预载设定好像其实已经比原厂好很多了 而24段的阻尼 调整段数之间的差异是真的有感 再来回试了几趟后 终于找到了觉得最舒服的段数 虽然还是没办法像高阶避震那样做到贴地飞行的程度 但还是有达到7-8成的效果 所以照它的售价来看 CP值真的很高 且外型上 我很喜欢它的金色主力感 质感比起原厂好太多 所以说原本想买红黑配色的 跟车身烤漆搭配 但很多颜色都卖到缺火 可见起火热程度 改完前后悬吊后 我接着又骑去宜蘭花莲两天一夜 骑乘北宜梳花的山路 也有良好的骑乘感受 不会像原厂悬吊一样 给人在湾中不安定的晃动感 预算有限的状况下 以15000元内的价格 改完前后悬吊 也让我的荷包有喘息的机会 最后感谢同事跟师傅的帮忙 让我的车调整好了 接下来我的X妹又可以再上次联络 小编在这发起随手均临前 就这双宝霸的活动 混合 Boy 躺随手 数捧归 虚磊 那邊是用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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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